大家好,这里是千锋教育云计算学院,我是习高田老师 这次课程给大家分享一个fans变量 fans变量不包含在前面我们提到了全局、剧本、资产变量之类 它是一个内置的,isable内置的一个变量 就是默认的,不需要我们自己用户去干预 那它是通过setup这个模块进行完成的 那它搜集主要是存了什么信息呢 它是搜集了有关被管理节点或者叫做被管理服务器的操作系统版本 服务器IP地址以及主机名、磁盘至使用情况 还有CPU个数、内存大小等等这些 好,那其实在之前咱们playbook里边 其实你都会发现,我们一执行playbook 它是有一个默认的这样一个情况的 默认的这个情况的 那这个如果我们使用什么呢 使用这个ADHawk这种方式 如何进行获取这种变量信息呢 我们可以使用什么-m setup就可以了 不用加参数 比如说我们这样执行一个 那这个localhost的这就是本地的吧 这本地的我们可以执行的 本地的我们是建立过互信的 对不对 建立过信任关系的 好,可以看到我们收到了这么多信息 对不对 非常非常多啊 非常多 好,一般它都是带ASV开头的 那比如说这个ASV Montus 这就是挂载信息 挂载信息 比如说DVDAE啊 类型呢 EST啊 T4啊 这种啊 这个节点 这个总共有多少个 iNode的节点啊 这个 好,挂载什么 还有各种挂载信息啊 那还有一些什么 包括 那比如说这个 主机名的这个域名 对吧 那还有这个 就是说我们的 图器名 NameSaver 就是 好,那还有 还有前面的这种 这设备的 好吧 还有EIP地址 啊 那包括各种信息啊 包括CPU这个信息 很多很多了啊 那这么多 这么多 那我们怎么去处理它呢 怎么去处理它呢 有很多啊 好 那现在 其实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过滤 给它处理一下 啊 好 那怎么去过滤呢 可以这样 Filter 用它的Filter属性 之前我们什么 没有加任何参数啊 现在可以加一个Filter属性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想过滤 内存 那你写个Filter 让它支持那种 模糊表达事 也就代表所有 这星这种 啊 那就是什么 Memarie 那内存就是Memarie 然后放这就行了 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什么呀 得到这个信息了啊 OK 我们先执行一下 好 你会发现这个执行还是比较慢的是吧 那你可以加上一个杠C Local 那既然你执行了就是本地的 其实你没必要再走什么 SS SH那个通道了 对不对 你可以这样不走SS 通道就是Local 啊 Local 这样的话可能会好一些 这样的话就是稍后看一点点 然后呢 这里边来我们看啊 这个内存 内存信息就是这样的 好 这总体的这个K 那它的你过滤了信息 都是在这里边 好吧 在这里边 然后这个呢 IsoMemarie MB 这是什么 内存的容量是吧 没有缓存什么自由的什么 no catch的 还有真实的内存 还有swift的啊 这些都是 OK吧 好 那这是呢 我们的过滤内存 当然也可以过滤其他的 那比如说过滤 自盘挂在情况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了 如果你可以过滤 Mount 那这个呢 我们就改成Mount就行了 那M O U N T 好吧 好 那这里过滤的东西 必须存在于 IsoMemarie 这个setup 模块里边 的一些键 必须有那个键 好吧 没有那个键 你过滤不了 啊 那比如说 我们还可以 过滤 Network 比如说Network 我们看 有这个键 没有 有时候它不一定 是这么写的 你需要把它全部都拿出来 看一下 那这是不是 这个就是没有的 对吧 那没有那个 没有这个 应该有一个 好像有一个 大写的吧 那没有肯定有个IDD啊 其实我们在这呢 也不用不用在这弄了 这样我们可以这样过滤 拿到之后拿全部之后呢 我们去找 这没有 港A 港A又去掉它了 港A不用添加了 我们看一下 哪个是地址 地址 它应该是 是Network IDDR之类的 我们来看一下 IP 这是什么 这是CPU 这是两核的 是吧 CPU 我们来看一下 IP在哪 Network 这还是CPU的探数 嗯 这是操作系统的 好吧 操作系统的一个信息 我们来前面 找一找 Network 好 那这种找的有点麻烦 有点麻烦 我们这样找啊 这样找 看前面没有吧 没有之后呢 我们是这样的找的 你可以这样找 那 传给什么 GRIP过滤一下 肯定是172的 对吧 肯定有172 因为我们的地址就172开头了 我们来看一下 嗯 竟然没有是吧 没有hostname 可能是这样 可能是我这个是容器的原因 是这个容器的原因 可能没有拿到那具体的 呃 网络信息啊 因为这里呢 容器呢 它是网络信息 那个应该拿到的不一样 我们根本没有IP 这个之类的这些命令啊 呃 我们来 GRIP一下 Net 然后并且我过滤 ADDR吧 这个应该是ADDR ADDR之后呢 我们 走一个 定责 对吧 星 3121一起来 我们看看它能不能拿到啊 这个可能是没有 这个是因为是容器 啊 因为是容器 可能没有这个信息 确实没有啊 那这这这这这 这个容器呢 是有专门的 有容器模块 我们可以支持去获取容器的一些信息了 啊 好 那这是一个fans fans啊 好 那如何在playbook里面启用fans变量呢 刚才模式嘛 AD后可 是吧 那在playbook里面说呢 你直接写这个变量名 然后呢 它会 呃 反正playbook呢 它就是每次执行都会自动获取的吧 获取的时候呢 你直接干什么 它是隐事的 获取 好吧 获取之后 那你直接上来用就行了 好吧 我们来看 这里 这是原来的我们的这个NGX 然后呢 你会发现这里边什么 啊 有这个获取fans的信息 task 这是隐藏了task 可以吧 那怎么去使用呢 好 你就要像其他变量一样去使用 你用大块扩起来 然后呢 就能拿到它 OK吧 拿到它 对 咱这个IbWaste呢 是没有的 没有 我们可以用debug 给它显示出来啊 那这里呢 我们来做这样一个操作啊 好 我们测试一个 比如说我们的fans fac 是吧 t y m l 我们没有 没有 我没有 c 好 拿过来之后呢 这里注意 这里肯定是没有的 因为呢 我们呢 这个是容器啊 我们试一下localhost 首先我们保证呢 它运法不突破 setup 对我们注意我们这里的主机名也要改一下啊 我们的自身选择系要改一下 我看看 刚才我要看fans fans 这里是or是吧 好 那没问题 那么在isable-play 不可 之后呢 -i 然后呢 写上localhost 对吧 好 写上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执行它了啊 嗯 啊 对 那么文件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 指定是吧 fans 好 可以看着 这是第一步就开始获取了 对吧 好 获取之后呢 这里什么 这个任务包含了一些选项什么 是无效的 对吧 没有定义的变量 对吧 所以咱那个不合适啊 不合适不合适呢 我们可以改一个 改一个什么 如果你的是真实的物理机 坏点什么 vmware的创建的虚拟机 不是容器的话 应该就是没有提到 可以获取到的 那这个变量我们改一下 嗯 好 改成什么呢 我们来朝前边找一些信息 呃 版本这些都可以 啊 我们来看 就找CPU吧 对吧 把这拿过来就行了 那注意 你要拿这个key的时候 要注意它的层级 如果你拿最里边的 你必须先拿到最外边 这是嵌套的 对不对 你要拿最里边的 必须拿到最外边 那最外边 这种这种key啊 这种建制 一般都是I4B开头的 一般都是I4B开头的 你看到I4B开头的 就可以拿 好吧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拿一个 好 就这样写着 来试一下 好 那我们也来看 这个是返回来什么 Lowhouse的 本地的地址是 呃 这个是我们 输入的字符上 对不对 那这个才是我们的变量啊 啊 这是我们的变量 这就是那个 我们的什么信息啊 我们CPU信息 这是定零个 然后呢 这是CPU的情况啊 第二个啊 这是两核的CPU OK吗 好 那这个就是过滤范子 记得 只拿最外层 那个 你要在那 最内层呢 你要用点的方式 点出来 好 那 嗯 比如说我们 嗯 怎么点呢 我们看下面这个 这个CPU 这个 DS domain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 你的CPU这个 走的多了吧 这是一核两个 刚才这个信息在这儿吧 对就在这儿 这是一个列表是吧 你如果点零 他就拿到这个吧 对吧 那如果点一 他就拿到这个 那一次类的点二 就是拿到他 你点出来就行了 其他的这种 这是签单的有列表 如果签单字典的话 也可以 比如说我们 这个 点他 就可以了 对吧 点他 一CPU的就行了 好 好呢 试一下啊 好 那现在呢 试一下 vi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拿这个 那这个呢 我们就 为了防止干扰 我们都给他干掉的了 好 那把这个呢 修改一下啊 好 修改成这样 这之后呢 在这里是什么 这应该是点 对吧 这是变量 好 点 当然这个引号也要干定了 对吧 好 那这个 就是 Acebo的这个 Executable 这个我们在执行的 呃 Acebo的一个 Python这个解释器 到底是啥样的 好 那现在再执行一下 嗯 好 那么现在呢 拿到这个信息 就是这样的 对吧 User in Python 好 这就是拿 呃 过滤 或者说 就是拿这个变量 在我们的 PlayBook里边 怎么用 就直接使用就行了 直接使用就行了 好吧 好 那这次课呢 就先剪到这里 好 那谢谢大家